食包和食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? 扭令和老泥又会不会有关呢? 那成狠和好狠? 鸡腿和卑鄙? 对焦和食焦又有什么关系呢? 包饱包 炮 好包 炮 炮 这些字除了音差不多之外 会不会意思上都有些联系呢? 那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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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筋 筋 筋 筋呢? 又或者 卑 皮 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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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? 什么话? 原来罐即是可以整日动都不动的猫头鹰 那观察和罐头都是经常动都不动的 咦?原来球是经常躲在皮草里面的球虫 难怪无球和在竹虫的时候需要做的尋球 几个字会那么似 还有叶 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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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? 全部都好像树叶似扁扁薄薄一片过 明白了个追字是一只向前跳下跳下的小鳥 那堆 尽 雀 招 一大堆字 就很准确地记住它们的字耳 学生字是不是容易了很多呢? 还不止这样 当你看到秋天飘飘下的落叶 会不会好容易地联想到春天的蝴蝶呢? 见到厨柜里面一罐罐头 会不会想起企定定在那里的猫头鹰呢? 一起吃早泥窝饼 会不会想起你们甜蜜亲戚的感情呢? 字圆即是文字的源头 文字最初做出来的原意 认识字圆 学字容易了得意了 还透过了解古人造字的逻辑 丰富自己对生活每时每物的想象力 那你说 来 这个东西 旁计团和主持 不证就不证了 谁说行前章章章章章 每次打鼓签气呼叫 谁说谐挑流零翹超 乘的温婉狂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